台北市长柯文哲因为随护确诊 昨天在家办公 今天快筛阴性之后 如期到台北市议会备询 朝野还是聚焦在疫情的问题上 前一天被指挥官陈时中 暗钻是印度神童 柯文哲在今天直言三天后 确诊数就会不准了 因为已经超过了PCR量能 未来考虑会把急门诊 转型成上呼吸道门诊 民众连快筛阳性证明都不用 可以直接来挂号看诊 侯汉亭确诊解割后 先跟柯文哲说声拍謝 但市长近期频频跟确诊者接触 前一天也才因为随乎确诊 居家办公 不过通通躲过病毒 也被议员封回救命怪猫 我都有戴口罩 还是要戴好 你看我都会压紧 不止救命怪猫 多次预测疫情发展 更让智慧官陈时中暗 虽然印度神童也不错 不过柯平如今改口 疫情升温快速 未来三天后的状况 他也输不准 再过三天 台湾的确诊数字就不准了 因为超过那个PCR的量 进入黑暗时期 北市府请急加开 11个社区筛检站的 急门诊服务 但是北科车来速筛检站 前一天人潮大爆满 车楼棉延好几个路口 场面相当混乱 这个我们一直精进 现在的流量是大概 不到10分钟就可以过去了 市长 上网预约了 为了确保PCR量能 北市府率先要求快筛洋 才能水减 没想到很多人 根本买不到快筛机 全国人民 最期盼看到的 九天选女啊 一千英尺 八百英尺 降落在台北市 中华民国的总统府啦 防疫急门诊 就转成上呼吸道的 症状的急门诊 就是说 你连快筛也不用做 你有症状来 我当场跟你做快筛 然后再走 预测本土疫情 五月二十号 就会达到高峰 可疲做好最坏打算 希望确诊数 不要一下冲台快 建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算